根据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方面的统计 过去每年平均约有300件融资相关消费争议 立法院郭国文、钟嘉宾、林一锦、陈素月及赖会员共同召开记者会 并提出民法205条条文修正案 就是希望杜绝融资公司无法可管的乱象 透过修法落实法定16%约定利率上限的规定 避免融资公司以各种巧利名目来赚取暴利 在贷出的利益息之高 但是它在银行所举借的相对的利率却相当之低 那两者之间的差别形成一个暴利集团 那个利是利益的利 暴利集团 这种暴利集团的现象的话 相对而言就有许许多多的借款人 造成层层的一个剥削 不论是原先所借贷的利率相当之高 那后来呢又假借手续费或者是延迟金 那或解约军等等不同巧利名目的一种方式 以至于呢 那个贷款人无形当中形成一只被剥了好几批的一个肥羊 那这种现象我们认为需要透过民法 第225条的方式来进行修法 也就是弄一个总额上限的方式 也就是回归民法原来16%的精神 不管你利益的任何一个名目 都应该以总额上限的方式16%来做一个规范 说得明确16%约定利率上限 中嘉宾表示修法内容更强调 若超过上限整个契约可以直接无效 纵使你主张超过的部分无效 事实上消费者或借贷人 他事实上承受的就是一个高达16%顶的这样的一个债务 所以呢我们认为为了避免业者 透过这样的巧利名目所定的契约 又在资讯不对等情况之下 这个借贷人就是受害人不清楚的情况之下 他背负了一个永远还不清的债务 所以我们认为要强力的主张 从修法之后如果通过了 那么只要再查到这种巧利名目的契约 加起来超过16%的一概 这样的契约是无效的 林毅景与陈树岳也呼吁政府应该紧速 针对融资公司订定相关定型化契约 进一步保障消费者权益 这次我们就来联合提出民法修正这个草案 那明定条文中的利率 应涵盖伴随债务产生的各项费用 达到对不合理费用收取的这个规范 那我想除了修法文字 我们也会敦促这个主管机关 尽数要订定定型化的这个契约范本 把这些不合理的费用项目 这个说清楚讲明白 让这些费用名目得以纳管 达到对消费者的这个权益保障 要提出这个民法的修正案 将这个融资的这个就是约定利率的上限 跟它法制化 那包括我在这边也希望就是政府 应该要尽数针对这个融资公司 订定相关定型化契约 应该记载的这个或者不得记载的事项 载民利率还款方式 金额相关费用等等这一些 然后也不应该有授权贷刻印章及贷填贷款申请书等等 希望将这一些能够来民营规定 来保障我们这个年轻人还有消费者的权益 滥会员则提醒今晚会应该要求银行做好贷后管理 甚至是穿透式管理 重点审视租赁业者在银行借款后 有没有拿去放贷 放贷的每一笔款项用途及流向 才能有效解决目前民众遇到的高利骗局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这个 他的手续会管理会还有保证金 还有就是他的回存款项这些项目 应该要纳入利息的一个计算的一个 那个范围 事实上我们希望就是说真实的利率取代 取代以前的这个明目的利率的一个 为主的一个认定方式 这个是本席主张的 那我觉得这样子才会有效的 就是让这个业者在这个法律的一个规范里头 做一个比较 比较有这个理性上的一个合约 合约的一个进行 顾问表示 这项民法修正案 最快下下周在司法文会提出 希望力拼这个会期修正通过 以确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融资公司小利明目 修法打击 融资乱象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